好 結婚之後你覺得何嘉欣 婚前跟婚後個性變得 她婚前其實打扮起來 不是打扮起來 她其實那個樣子 其實就是真的是女藝人的樣子 可是現在 我覺得她每天看到她 我都覺得 我想要叫她師姐 喂 侯侯阿靠 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揍她 這何嘉欣真的 把你壓頭掐死你 你的嘴怎麼那麼賤 沒有 可是我每次看到她 素顏的樣子其實我還蠻喜歡 其實我很喜歡她素顏的樣子 嘉欣 其實嘉欣很漂亮 但是她是比較屬於知性的主持人 對 但是我們也無法想像說 她是可以回到家裡 是完全把女藝人的東西 全部都丟光光 對 就這麼的真實嗎 對 完全 從頭到腳 從鞋子 褲子 衣服 什麼都 嗯 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很 這樣不是很好嗎 因為你一開始就像你講的 你們剛追求 你們不是都喜歡洗淨千華的 對啊 你就說他們有無極欲望的人 她洗得也太乾淨了 她洗得太乾淨 因為 很多人有宗教信仰 像我 我周遭有個朋友 我一個好朋友 是唱歌 很會唱歌的 她也是一直跟我講很苦惱 他們因為宗教信仰之後 他們後來都禁遇了 對 所以說 那個等一下再聊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嘉欣到底是不是 背著我去 加入什麼 什麼佛教啊 還是佛教團體 還是什麼 有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 其實有時候 因為我的工作 是很不定的嘛 所以我有時候是什麼 早上回來 或下午回來 那回來之後 可能那時候她是在做家事 那可能小孩子不在 也不在 可是我只要 稍微要 靠近她的時候 你太禽獸了啦 她就立刻轉身 這樣 不要這樣啦 人家在拖地 你忽然從後面摸她一下 她就 歐蜜朵 歐蜜朵 舒服說過 不是 我說實在 淘姐講的 我有時候真的是 我有時候真的只是 心疼她這麼辛苦 因為我自己也帶小孩 我有時候回去 帶小孩 我知道帶小孩 尤其帶兒子相當累 對 尤其他帶兩個 真的很累 我有時候真的只是 想要真的說 安慰她什麼的 可是她 因為她知道 因為我以前素行不良嘛 我以前 就手上來 腳就上來了 我以前很少說 誠心的安慰 我以前都是 誠心的安慰 就是安慰安慰 就把她推倒 就扑倒 就不管在廚房 還是在後陽台 就推倒 直接害人這樣 所以她現在 好害怕 她現在好害怕 可是 真的好害怕 你說她是已經完全到 就 嗯 完全 我從2017年到2018年 我這一隻手指頭 可以數得出來 我不用兩隻手指頭 你們有沒有好好過中步 還有得數啊 我想她搞不好 她那天吃做藥 或者是 嗯 對 因為有時候會太累了 就隨便 不是喔 不是喔 她感覺 她感覺就有 撿到便宜 就連合十的力氣都沒有了 竹林哥 你這樣 我總是撿屍欸 不是 竹林哥 你完全搞錯了 又不是撿屍 她 大女人怎麼可能說 她不是這樣子 那幾次可能就是 因為是她想 才 喔 不是說 懶得 懶得 沒力氣拒絕 不是 對 是喔 她是 師姐又反撲的時候 那這樣 那這樣我反而就是 還放心一些些 因為假設說 連碰都碰不得 什麼的 那就會覺得 可是我會覺得 欸不是 你們兩個有沒有就這個問題 因為我相信喔 這對女人來說 沒有問題 不是問題 對 可是對每個男人來講 這問題 會 會是個大問題 是個問題